还是这个日本光猫突然和一口晃进去直接拼到了杨建平的脸上 中国硬汉造日本人羞辱 杨建平更是被吐了一脸的口水 杨建平忍无可忍之下冲上了一台将二人无情感恩 在中国有这么一位拳王因专打日本人而闻名全国 他便是交互人称中华虎的杨建平 他的进攻简单之间却又无比凶残 在那个小日本无比猖狂的年代 他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能够终结对手 其中一方式可是五花八门朝朝致命 不是折断国情就是掰断手臂 最终因为打日本人下手实在太狠 为世界拳击组织终身禁赛 为禁赛的杨建平自己做起了老板开办赛事 给更多的中国选手有机会教训日本人 但是没有想到日本人得寸矜持 便朝杨建平的脸上吐口嘴羞辱 在杨建平爆发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杨建平打日本人最凶残的两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是在湖南常德杨建平的老家 举办的一场比赛来自日本的传细老将上臣之小 特意前来挑战杨建平 这场比赛我只能说上门来欺负人 那他的下场就相当于狠狠 好 双方比赛开始 我们出去看黑色短裤杨建平 而蓝色裤衩便是上臣之小 比方在身高和地盏上都要优越于杨建平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杨建平他会中国传统武术 太比拳法 虽说四两拨先机以小拨道是他最擅长的 好 没错 简单直接 这就是杨建平的作战风格 中华湖下山浪 直接把这个小日本子按在地板上 上本于上位 想要去过轨 好 完全过轨 策略压制 那不就是再出 啊 爆摔 杨建平又想要 手机十字过了 你看他 杨建平对小日本子啊 那是相当的有研究 相当的有了解 所以说我们看无论对方怎么挣扎 无论怎么讲的逃脱 根本是逃不掉啊 好 杨建平锁住了对方的狗脖子 断头台 哇 杨建平他不是在用力 他就在往死里掰对方的脖子 往死里使劲 杨建平能够把腿挂到 挂得再高一点 有没有 有没有 看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说是翻过去可能就要睡着了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好 比赛结束 杨建平又做了一件好事 从这个小日本子取和他的家人团聚 去送他和他天堂的太奶相聚 我只能说杨建平想的是非常的周到 好 第二场比赛 依旧是在湖南长得举办 而这一次来挑战杨建平的家伙也不简单 他日本的空手道冠军 孤山西 刚刚可以看到 他还在和杨建平的顶牛挑衅 的确是有点狂 但是没关系 我们不着急 那一会儿杨建平就送他也去见太奶 好 双方比赛开始 大家伙千万不要认错 穿着白色战袍的是杨建平 而穿着黑色紧绳裤的变成湖山系 好 抓单腿 杨建平想摔 哇 这一哥 都说杨建平力打如牛 百味目如一剑 可是最终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杨建平的身材 他非常小 好 但任谁没有想到 这就是杨建平最恐怖的地方 身材呢并不是很壮啊 不是很出色啊 但打发风格呢是简单且残暴 好 杨建平现在有些危险 被孤山信勒住了脖颈 好 挣脱 好 转身拿背 小日本的身体被拉直 杨建平疯狂的砸拳 再度拉直 好 正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孤山信明显要比上一个小日本子 上天知晓聪明得多啊 情报部队赶紧拍手投降 这才导致他的脖颈 他的狗脖子没有被掰断 也算是保重一条小命 那么接下来 今天的重头好戏 他来了 中国硬汉刘文博 在杨建平举办的比赛上 竟然被日本人疯狂羞辱 还被日本人扔下了一台 云南第一时间叫来同伴 一起来围忧刘文博 杨建平实在看不下去 想要出手致耻 但是没有想到小日本 这变本加厉 付了杨建平一点口水 杨建平忍无可忍 冲上了一台 狠狠地叫给他们 此时见刘文博又被围忧 杨建平坚撞想要出手致耻 不到此时一只小日本子走了上来 问了一句 你就是杨建平啊 结果下一秒 直接把口水吐到了杨建平的脸上 让原本并不想出手的杨建平 彻底忍无可忍 此时可以看到刘文博还在被日本人疯狂地践踏 对手一脚又一脚踹向刘文博的头部 但刘文博并未遭受重伤 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再次站起来 开始反击 结果好景不长 又一次换来了小日本子的二打一 疯狂为忧 又一次换来了小日本子的一脚踏 中华湖杨建平终于忍无可忍地走上了一台 然而接下来杨建平的表现 跟上小日本子 笑天天不应 教义义不灵 别的不说 关键是看着自己 你再继续 你再继续 今天刘文波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杨建平至少有一半的功劳 那对杨建平这样的抗日名将 观众朋友们 您喜不希望他重新付出全场